欢迎收听有声小说《鬼谷》第一部《神奇鬼片》本书由市厅书院制作 第十三集 风君子回到家中,心里还在想着刚才和魏薄熙的一番谈话 他已经有点晕头转向了,这个人确实不简单 说是人魔也不为过,风君子也自以为什么场面都无所谓 但是刚才如果真的是对手交锋的话,则就真的是完完全全落于下风 他打开录音机,将魏薄熙给他的磁带放了进去 按下播放键,录音机里传来两人对话的声音 录音不长,只有短短几句话 但是风君子听在耳中,却如晴天拼雳一般 这段录音听上去显然是两个人之间的一段电话录音 你确定那个人说他叫风君子?情况怎么是这样? 难道秦晓雅根本就不想处理拿我千双皮鞋了吗? 不应该是这样啊 老陈,你让吧,什么情况你再及时跟我联系 老陈,婚运回来之后你见过没有? 没呀,只要拉回货舱了 风君子这个人最擅长神奇鬼片 事情没这么简单 你赶紧到货舱宴一宴 有什么发现,马上给我打电话 妈的,不好了,出轨了 这我的脾气全部变成左脚的 只有两脚还是右脚 就是那臭小子见过的两脚 其中一个声音,风君子记得 就是那天送货来的陈经理的声音 而另外一个声音,风君子也很熟悉 熟悉的就像是听到自己的声音一样 那是记忆中怎么也不会忘记的声音 周送的声音 风君子突然感到一阵头晕 想站起来,又觉得地板似乎在晃动 又坐了下去 他伸手扶桌面前桌子 觉得冰冷桌面还是真实存在的 周送刚才的声音似乎仍然飘荡在周围的空气当中 他本能地想到 这会不会是魏伯西伪造的录音 又突然放弃了这种想法 周送的声音还是不可能听错的 以他对周送的了解和熟悉 这盒录音带根本就不需要鉴定 真的是周送感的 毫无疑问 他一时之间突然明白了很多事情 本来并不算大方的生意人周送 为什么在自己资金那么紧张时期 慷慨地给秦晓雅借款 因为他知道这笔钱会回到自己手中 他也明白 为什么对方戴着五千双的右脚皮鞋 找上门来的时候 周送一直待在外地不露面 却鼓励秦晓雅向他借钱 周送也许太小心了 没有人怀疑他 他自己却避到了外地 这样反而是聪明反被聪明 如果周送在滨海的话 封君子恐怕不会回避他 这样他的一花接木计划 就不可能成功 周送骗晓雅在前 而封君子世界上也是骗周送在后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发生这么多混乱而不真实的事情 而真相却这么的难以让人接受 封君子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事情 却更加糊涂了 那就是周送为什么要这么对晓雅 这太可怕了 随即又想到周送的做法确实非常高明 如果不是自己从中插了一手 这件事情最终的结果就是财色双收 欣晓雅永远也离不开周送的影响和控制 但是这么做又何必呢 欣晓雅本来对周送就有好感 正常发展下去不是一个更好的局面吗 他又在想 魏薄熙的手里怎么会有这样一盒鹿烟袋呢 周送在见仗的时候 魏薄熙也就能见仗 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脑子越想越乱 不愿意想下去了 封君子用头抓住自己头发 似乎头皮被扯起的感觉能使自己清醒一点 他现在心里想的已经不是周送 而是欣晓雅 一想到晓雅 他心里有一种抽搐的痛 偏偏就在这时候 门铃响了 封君子本来不想开门 但是门铃声始终不断 封君子不得不站起来走到门口 通过猫眼向外看着 门外的人是秦晓雅 封君子最想见又不愿意见到的人来了 秦晓雅进门的时候脚步轻浮 有点摇摇晃晃 头发凌乱眼睛也是红红的 似乎刚哭过 脸色很红 封君子闻到了一股脚气 秦晓雅目光有些呆滞 似乎没意识到封君子的存在 自己走到沙发帮座下 像是自言自语的说 封君子 你能想到吗 摄圈套骗我的人是谁吗 见此情形 封君子知道 秦晓雅已经知道事情的始末了 他反而冷静许多 把录音带拿来 打开放音箭 周宋的声音又飘荡在空气中 而秦晓雅的表情 似乎听在很遥远的声音 对封君子说 你把他关了 我不想听见这个人的声音 这盒录音带是魏伯西给你的吧 封君子说 这件事情 有着魏伯西告诉你的吗 魏伯西给我送了一盒录音带 但是比给你的还冬了一样 你看看 这张碟 说着 将一张光盘放在桌上 封君子拿起光盘 走进书房 将谍放进电脑 打开其中的文件 那是一段录像 录像主角是两个人 男的是周宋 女的 封君子也认识 就是上次见过面的 狐狸精 秦无依 秦无依在录像中 圆如其名 封君子 确实 没看见耶父 平心而论 这段录像的镜头角度 和画面光线对比 都非常好 场面的视觉效果 也确实非常真实 和具有冲击力 好像是在宾馆房间的 某个角落里 预先放好的 针孔摄像机里拍的 如果不是 针孔摄像机的 分辨率有点低 而且镜头角度 也没有移动和切换 封君子 甚至认为 这段录像 可以参加国外的 色情电影评展 弄不好 还能拿回一个大奖呢 看来 魏伯西不愧对 封君子 送给他的人魔称号 连这个东西 都能搞到手 封君子 对录音带的来历 也就不意外了 他现在 根本没有心思 去想 魏伯西是怎么弄的 他心里想的 全是 秦小雅 他回到客厅的时候 秦小雅 躲在沙发上 但是 茶几上 却剁了一堆红酒 看样子 是刚才 去厨房拿出来的 方君子 喜欢收藏 各种各样的干红 因为 这是秦小雅 喜欢喝的酒 秦小雅 举着杯子 定定看着 眼前的红色叶体 似乎在 自言自语 又似乎是 带对 风君子 说话 风君子 你心里一定很奇怪 周总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本来 也怎么也想不通的 可是 喝得越多 想得越明白 酒真是个好东西 风君子 你真的是个好人 给我准备这么多 我爱喝的酒 风君子 想劝秦小雅 不要再喝了 谁知道 张了张嘴 却什么话 也没说出来 反倒一言不发的 又拿了个酒杯 在秦小雅身边坐了下来 和他一起炖饮 秦小雅 还在继续诉说 周总和我讲过 他小时候的事情 小时候家里很穷 很多人看不起他 他一直都很不服气 他认为 他比别人强 到后来 他确实比别人强了 但是 就开始担心 别的人 真的看不起他 风君子没说什么 他知道 秦小雅说的 都是实话 也许是他 他太熟悉周总了 反而没有注意到 周总的变化 不知道是什么 让周总变成今天这样 秦小雅突然抬起头 用悠悦的眼睛 看着风君子 问道 这件事情之前 你心里恨过周总吗 是他夺走 你心爱的女人 这个女人 就是我 酒精确实是一种 很奇妙的东西 喝了几杯酒之后 风君子突然觉得 自己心里的埋藏 显得那么可笑 秦小雅这样直接地 说了出来 他反倒无言也对 秦小雅 似乎并没有听 风君子的回答 他记着说 在今天之前 我一直认为自己很幸运 也很幸福 虽然有那么一点点遗憾 这个遗憾就是你 但是 我已经很满足了 可是突然间 世界一切都变了 我现在 最感激的 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 就是你 风君子 但是 我也恨你 风君子 难难地说 你是应该恨我 确实 一切都是我的错 你没有错 你从来都是自以为聪明过人 不会犯错误 实际上 你也没有做错过什么 可是 你再聪明 也不可能看透人心 你为什么 要为别人设计好 心中所想的一切 你只不过是个凡人 你做不到的 我没有 我只是 心脚牙打动他的话 接着说 也许 你平时所看见的一切 不真是东西太多了 让你自己 也对这个世界感到虚无 你甚至对自己的感情的态度 都是虚伪的 我知道你喜欢我 可是 你一直都不说 如果 我对你有什么反感的话 就是 你对人的付出 虽然无私 却接近于虚伪 没有面对真实的勇气 所以我恨你 周宋说得不错 你是个伪君子 如果不是你 我和周宋之间 也不会是今天这样 封君子 不想问 又不得不问 你和周宋之间 到底怎么样了 其实 在你去光州的时候 我们已经同居了 周宋故意不告诉你 我也不想告诉你 当时的情况很特别 我的感觉很混乱 现在想起来 觉得那么不真实 也许 在那种情况之下 周宋给了我一种 坚实依靠的感觉吧 可是现在 这一切 居然都是假的 封君子说 其实这一切 都没有必要 周宋 不必这么做 秦小雅说 这又是 你自以为聪明的地方 自以为看得很透 可是周宋 不会这么想 周宋害怕你 怕得要命 他也害怕魏薄熙 却一心 想要超过他 周宋为什么要怕我呢 人心是最奇怪的 你认为 周宋比你更适合我 你不要不承认 我喝了这些韭菜 明白 你就是这么想的 你不喜欢 蒸什么东西 尤其是不喜欢 和周宋 这样的朋友 你确实是个伪君子 可是周宋 有什么呢 如果说才是 哪里比得上魏薄熙 如果说才是 以外的东西 你认为 他能比得上 你这种人吗 封君子黯然无语 秦小雅接着说 可是周宋很聪明 看上去 他的圈套毫无必要 却让我没有保留地 去依靠他 如果一切都如他所愿 我的什么都将属于他了 到时候 他会认为 他比你和魏薄熙都强 秦小雅一句一句地说着 封君子一杯一杯地喝 他不知该说什么 也许现在这个情况 仅仅听秦小雅说完 是最好的选择 可是秦小雅却不想让他 这样保持沉默 又抬头看着他 说 今天 你也许才知道周宋已经变了 可是现在 我也觉得你变了 你不再是当初 我刚认识你时候 那个封君子 那我是谁 我不知道 我刚认识你的时候 你之间了当地告诉我 不要炒股 可是现在的你 也许他充满欺骗的环境中 待的时间太长了 对真相已经失去了兴趣 就剩下了应对骗局的手段 你的世界越来越虚无 看看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 封君子说 有些事情 不能由我们自己选择 为什么不能 至少很多事情 你是可以选择的 好 我终于明白了 今天我喝多了 原来是我自己搞错了 你怎么会喜欢我之中 卖服装的老板娘呢 从认识你第一天开始 你就告诉我 远离你的生活圈子 继续去卖我的服装 我喝多了 是我自作多情 你不要介意 封君子刚想说话 心小雅 摇摇晃晃站了起来 接着对封君子说 天晚了 我不能再打扰你了 我要走了 看见秦小雅站立不稳 封君子伸手去扶 秦小雅突然软软的 倒在封君子怀里 吐着酒气的嘴唇 贴在封君子耳边 有一种接近 深吟的声音 喃喃的说道 封君子 你不要赶我走 我今天晚上 不想走 秦小雅看上去醉成这样 封君子 是想赶他走 也赶不走了 封君子抱着秦小雅 走进卧室 秦小雅 蜷缩着柔软的身体 像一只温顺的绵羊 封君子 将秦小雅放在床上 用尽量轻柔的动作 帮他脱去血和外衣 秦小雅 闭着眼睛 脸上红不敷的 一动不动 封君子 站在床边 凝视秦小雅很久 然后 帮秦小雅盖好被子 又伸手整理他的凌卵头发 转身 走回客厅 封君子 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继续一杯一杯地喝着酒 他也想像小雅一样 喝到沉醉为止 延续酒醉之后 对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 都不必去多想 可是封君子这一次发现 自己的酒量 远比自己所认为的要好得多 在他有心想醉的时候 却根本没办法 真正地喝醉 红色的液体 一杯一杯地 引入封君子的喉咙 就像引入血管的血液一样 封君子觉得 自己好像变成了两个人 一个人的形象 渐渐模糊远去 而另一个人 意识却越来越清醒 清醒的就像黑暗中 猫的眼睛 封君子在沙发上躺下的时候 他的意识仍然处于这种 接近于透明的清醒状态 他就是在这种奇特的 清醒状态中睡觉的 沉睡中 他做了一个梦 梦境是那么的真实而清晰 他梦到了晚上所看到的 那张光碟中的录像 但是录像的男主角 却变成他自己 而女主角 变成秦小雅 真实的欲望 如潮水般 一次次呼啸着拍打而来 又像潮水般 一次次带着漩涡淋漓的泳区 封君子觉得 梦境中 一直在欢愉的高峰漂浮 而这样的欢愉 有着一种无比真实的质感 第二天早上 封君子醒来的时候 没有任何宿醉的感觉 意识非常清醒 也没有酒醉之后 第二天习惯性的头疼 他甚至怀疑 昨天晚上自己 是否真的喝过酒 他仍然躺在沙发上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或什么人 给他换了睡衣 茶几上的酒杯与酒瓶 已经不见了 他走进卧室 秦小雅已经走了 床铺整理得整整齐齐 似乎根本没有人睡过 他又走到每一个房间中去查看 想寻找昨夜的一点影子 他发现 秦小雅临走前 将他家几乎所有东西都整理了一遍 干干净净的 一尘不染 他再看了一下墙上挂钟 时间居然已经是下午一点了 他在厨房的一支杯子底下 发现了秦小雅留的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 风君子 你如果仍然喜欢片局之后的真实世界 你还能来找我吗 风君子将纸条翻过去 背面写着四个潦草的小字 求求你了 后继 欺骗是一种本能 我是一个证券分析师 不是作家 更不是小说家 也许以后可能会写得更好 但至少现在写小说不是我的最擅长 且与工作无关的东西 看上去很无聊 但是心心工苦写这样一个长篇故事 似乎又有话要说 无聊与有话 本就是一种矛盾 有人问我 这个故事是不是作者的亲身经历 小说就是小说 就算这些事情都曾在现实中 以某种方式真实的发生过 那也没有必要 一定是作者亲身经历 我也不太喜欢这个故事中的结局 和故事中的情节 但是一旦提笔 就不能有我 欺骗也许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 虽然间很多动物与植物 都善于伪装自己和互相欺骗 为了掠食和自我保护 而所有生灵中 最善于互相欺骗 无疑是最具智慧的人类了 这个故事之所以取名叫神奇鬼片 如果你能够耐心的将它读完的话 会发现其中所有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都包含着一个骗局 不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 它是我要写的鬼谷的系列的第一步 看上去似乎与古事没什么直接关系 其实我是想表达一种情绪 一种失望中带点冲动的情绪 也许仅仅是为了表达这种情绪 写下这个荒诞的故事 有声小说 鬼谷第一部 神奇鬼片 第十三集到此结束 全书完 谢谢您的收听 已经接下来 谢谢您的收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